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下班累得要死 回到家一进屋内 迎接你的 不是舒适整洁的家 那是堆积了各种物品 杂乱无章 惨不忍睹的环境 想休息的心情都被打坏了 上班已经够累了 不只无法好好休息 等下还得整理各种衣物 碗盘 索性就不整理了 直接在那些东西的陪伴下休息 充分体现 入境随俗 随遇而安 其实你可以过得更好 即便你以为 已经适应了那样的环境 事实上 你无法好好休息 每次下班进屋 起床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都是各种杂物 会在不知不觉中 影响着你 使你心情烦躁 头脑混乱 思考不给力 工作不顺遂 也无法获得高品质的睡眠 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 是时候 好好整理你的环境 不过在整理物品之前 在收纳物品之前 最该优先做的是 处理掉不必要的东西 也就是断舍离 房子瓶数寸土寸金 你不该浪费空间 堆积一些不会用到 最后迟早要被你丢掉的东西 以下介绍五种 你可以优先丢掉的东西 1.食物调味料 我们都知道 食物买回来 要趁新鲜尽快吃 食物就是用来吃的 通常会在当天吃完 吃不完的 也会在隔天解决 调味品就不同了 调味品虽然也属于食品 用量却不多 你不会在当天吃完 通常会持续用好几个月 有时你会同时拥有好几种口味的调味品 每次用餐时只使用其中几种 或是根本忘了用 这就导致很多调味品被放在柜子或冰箱中很长一段时间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过期了 有时调味品被藏在柜子深处 你找不到便以为没了 就再度购买 这将导致旧的没用完就买新的 结果旧的放到过期 然后新的也被你忘了 吃过期食品可能伤害身体 造成健康及金钱损失 可以先整理一下柜子或冰箱 看看有没有已经放很久的调味品 注意购入时间及有效日期 已经过期的可以丢掉 很久以前想学做料理的时候买的 现在已经不想做或没空做 那么那些调味品也可以丢了 因为很高几率 在它们过期前 你不会再用到它们了 问问自己的口味 只买自己能接受的调味品 收纳摆放时保持先进先出的习惯 才不会造成食物或调味品过期 结果忘了又再过路 造成金钱损失及损伤身体 2.药品 保健品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身体保养 随着资讯普及 现代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健康知识 不论是电视媒体或网路 常常充斥着健康补品的广告 它们所介绍的商品 也都非常吸引我们去购买 不知不觉中 家里常常会囤积一些钙片 鱼油之类的保健品 以及回诊时医院带回来没吃完的药 是时候该整理丢弃了 医师开的药常常都会忘记吃 有时则是自己觉得疾病好转 剩下的药就不吃了 但是却舍不得丢 想留着也许以后可以吃 这是不好的习惯 药品都有副作用 即便没吃完 病就好了 下次生病 不见得可以吃这次的药 况且 药物也有保存期限 过期的药会有什么害处 也说不准 医师开的药都会忘记吃 自己买的保健品就更不用说了 可能零零总总加起来 有二三十种保健品 你不可能每天按时全部吃一遍 最后便囤积在家里过期 找出你的保健品 过期的先丢掉 再看看有哪些是冲动购物的杰作 它们的味道通常是你无法忍受的 或是有副作用你已经不再吃了 这类保健品也可以处理掉 并且做好记录 有副作用或味道难以忍受的 例如鱼油 下次就别再买了 另外 如果你的保健品中 有胶原蛋白或葡萄糖胺 这些已经被证实是幌子 没用的东西 你也可以丢掉了 你给以后也不再买了 保健品避免冲动购物 医师开的药按时吃完 这样绝对可以给你的荷包 省下一大笔费用 保护你健康的同时 也让你的居住空间更加宽敞 你一定做过这样的事 化妆品周年庆 或美妆商店有优惠价实 整套整套买 化妆品有颜色样式 种类繁多 品项又杂 它常没用完又买新的 繁货公司不时会有试用品 虽然是小包装 常常收集试用品 累积起来也有一大乡 你并不会每天使用它们 有时就这么忘了 把它们藏在柜子深处 或散落在家里好几个月 等到哪天捡起来看时 发现它们已经过期了 想着当初是如何在活动档期 抢到它们的 想着你是如何每天注意手机的APP 在百货公司专会换到试用品的 一旦这样想 你就会舍不得丢 新的又继续购入 结果化妆品越积越多 它们大多都会在你的家放到过期 这种抹在皮肤上的东西 如果过期了却照样使用 可能伤害皮肤影响健康 是时候该整理丢去了 可以按照药品保证品的思路 只有自己常用的 符合自己个性 符合当下生活风格才留下 以后只购买这些 至于赠品 最换品的化妆品 很多人抱着拿到赚到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 结果因为是免费的 换到了也没有好好对待 如果换回来仍旧放到过期 那就枉费你费尽心思去弄到它们 俗话说 免费的东西最贵 你花费时间精力 最后仍然把它们放到过期 这就是亏大了 处理掉过期的 不适合的化妆品 火山制定购物计划 不只让你有整洁的环境 节省金钱 也让你不再为了赠品 花费时间精力 现代人常常外食 人手一杯咖啡 这些杯子通常都非常精致 外食附赠的免费餐具 也不像过去的竹筷那般 用完就丢 免费餐具通常是塑胶制 洗干净后和新买的一样 有些人就会把塑胶容器 塑胶餐具 洗起来收藏 想着以后用餐的时候可以用 咖啡罐 果酱罐的玻璃瓶 甚至可以用来放调味料 一些果酱罐都非常精致 每次用完总是舍不得丢 即使多出来的罐子 没有放东西 也会保存这些空瓶 想说以后可能会用到 没过多久 家里就都是这些瓶瓶罐罐 虽然餐具容器不像上面的东西一样会过行 但是空罐子体积不小 太多了也用不着 在寸土寸金的时代 把房屋瓶数拿来放空罐 实在不是什么好概念 空罐子不会坏掉 可以统计自己吃果酱的频率 如果常常喝咖啡 吃果酱 那完全不必担心罐子不够 只留下需要的量 多出来的就果断丢掉 除非打破或损坏 不然新一瓶子和塑胶餐具 用完就可以丢了 看看自家的柜子上 有多少空瓶子 是放了好几年从来没用过的 5. 纸袋、塑胶袋 到百货商场买衣服、鞋子或面包 商家都会有纸袋 到其他传统市场或是早餐店 也会有纸袋 有时您会觉得很好用 不管是装东西或送礼 纸袋都可以用 况且百货公司的纸袋 通常都蛮精致的 厚度也够很耐用 每次购物回来都觉得以后可以用 之前的纸袋放在家里整理时看到 都觉得应该还会用到 这些纸袋可以利用当作收纳 结果越积越多 每次购物有新的纸袋 其实以前留的就不会去用了 除非你有收集各个商家纸袋的嗜好想留着做纪念 否则如果直接想将纸袋作为购物袋 或是作为装礼物的礼盒送人 可以统计自己 每个月会从百货公司得到多少纸袋 每个月会在送礼上用掉多少纸袋 如果从百货公司拿到的纸袋 数量超过需求时就可以适时的处理掉多余的纸袋 只留下最新的外表没有破损的纸袋 纸制品留着占空间容易长书虫或蟑螂 再来是塑胶袋 塑胶袋不像百货公司纸袋那样精致 但出门时可以当环保袋 在家可当临时的垃圾袋 同样可以统计自己每个月会获得多少塑胶袋 每个月消耗多少塑胶袋 只留下必要的量避免占空间 你甚至可以控制新塑胶袋的数量 随身携带塑胶袋 有几个干净的当环保袋购物在使用 就不需要向商店索取新的塑胶袋 你看在塑胶袋上 如果能够减少商家使用 不只节省自家空间 节省商家成本 还爱护地球对环境的帮助 真的是利人利己的行为 造成困扰 剩下用不到的就回收吧 说到环保和回收 这里介绍一个处理废纸袋和塑胶袋的方法 HMM有旧衣回收活动 每袋旧衣服可换一张折价去 刚才多余的纸袋和塑胶袋 原本是要自己当成垃圾处理的 你可以将多余的纸袋和塑胶袋 用来装不穿的衣服 打包成一袋一袋的旧衣 拿去HMM旧衣回收 一方面省去自己处于多余袋子的成本 一方面顺便帮你处理旧衣服 断舍离更进一步 让HMM有旧衣纤维配抽 也落实环保 真的是个四赢的局面